從巷子裡送出一個又一個的傷患 越南首都河內移動迷你公寓 12號深夜11點發生火警 造成超過50人死亡 成了越南近年來最嚴重的一場火災 農民黑煙讓園在一公里外的住戶 都能清楚目睹這場災難 火警發生時不少住戶抱著小孩 直接從高處往下跳 這棟十層樓高的建築共計住有約150人 起座點初步研判應該是一樓 但這棟公寓只有正門一個出口 其餘三面都與民宅緊鄰 加上每層樓都沒有逃身體可用 進而造成嚴重傷亡 越南副總理陳流光與總理范明正13號陸續前往事故現場勘查 並慰問住戶 警方正在調查事故發生原因 大樓負責人閻光明已遭逮捕 將查明是否違反消防法規 此地會消防禁止 被善的花值 決定